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说好话改变人生 有一个故事说到 在除夕夜前夕 公司的执行长 突然出现在办公室 向着员工们宣布 在年度结算前 需要签下一笔交易签约 完成这笔生意 才能放假 否则全体员工 今年都没有年终奖金 听到了这临时的消息 所有的员工的心 都相当的沮丧 接着这位执行长 坐上计程车 准备参与另一场会议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跳表又跳了一下 但是这时执行长 却不愿意付清 这多跳的五块钱 执意离开 而且步上了人行道 就在这时 这位执行长转身碰倒了 一位卖花的小女孩 吸引了四周 所有行人的侧默 执行长碍于面子 而礼貌地 上前问候一下小女孩 并且展现大人风度地 问小女孩说 那我跟你买花好了 多少钱 女孩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说 先生 一朵花十元 这时执行长突然说 那我用一千元 买下你所有的花 而这时感到惊讶 又感动了女孩 对执行长说 先生 请问你是天使吗 而这样的一句话 顿时让这位执行长 突然想通了什么 于是他决定 立刻打了通电话回公司 让所有的员工立刻放假 并为每一个人 加发年终奖金 接着他取消了晚上的会议 打电话回家说 今晚会回家吃饭 而最后还走回 停在路口的计程车 给了司机一百元的小费 亲爱的朋友 你看见话语的力量了吗 故事中的执行长 在员工与计程车的司机中 绝对不是一位天使 但当小女孩 说了一句创造性的话语 瞬间就改变了 执行长的心情想法 有了不一样的行动 在圣经中 也有这样的例子 耶稣的大弟子彼得 他原本名叫西门 西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芦苇 而当耶稣遇见了彼得 就对他说 西门 你不要再叫西门 你要叫彼得 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磐石 耶稣对西门说 你可以的 你不是如尾 你不是软弱的 你是彼得 你是坚强 稳固的磐石 后来因着 耶稣创造性的话语 使得个性软弱的彼得 最终成了 伟大的门徒之首 亲爱的朋友 话语如同预言 话语会成真 当你说出创造性的话 就会带来 创造性的未来 圣经说 上帝说 虾子的眼必睁开 在旷野必有水霸出 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在这里的旷野 沙漠 虾子 都代表着黑暗 绝望 没有前途 或许 在你的生活中 也充满了黑暗与绝望 但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当你相信上帝的话语时 你就可以改变 就可以经历不可能 当你开始对自己说 创造性的话语 所正面积极的话语 上帝将会 以你所说出 创造性的话语 使你经历 上帝为你预备 不可能的人生 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 以上节目 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